先謝謝大家的光臨。 我想我們在Lower Manhattan還滿遠的, 大家都感謝大家的見證。 我還要謝謝很多人。 社長,柯子明先生。 謝謝何詠先生的能力學會的庫德蘭。 還有孔子學會的周院長。 還有孔子學會的林先生。 他們照顧我太周到了。 甚怕我受委屈, 可是我非常感動, 真的很高興到這裡來。 我也跟韓妮女士, 我們美麗的主持人。 我想今天能夠大家一起談談。 非常高興。 謝謝大家。 這也是應景嘛。 因為您剛剛出了新書,對不對? 而且今天是重陽。 我們家節。 大家一起過一過。 沒有菊花、沒有酒。 我們家節。 這就是我們看的白鮮雲的夢。 今天是所謂談紅的夢。 剛剛台雲主持人已經說我最近出了一本書。 而且是兩套書。 第一套就是白鮮雲細說, 我紅的夢。 這怎麼來的, 我稍微介紹一下。 我提早退休,94年就退休了。 我退休以後,我想說,海霍天空,我都展翅而飛, 再不回到教室去了。 我教了29年,在29年中也教了好多年的活夢。 我想換個跑道。 2014年,在台灣區式科技有個基金會, 在台大就設立了一個基金會。 你用我的名字,白線有文學講座。 就請了好多外國學者,我就一年一年推。 後來他們說,不行,你自己一定要說一次。 後來我想說,講什麼呢? 有人告訴我,現在的大學生好像對於大不圖的經典的小說正好。 現在不大要看了。 我說,《紅樓夢》也不看嗎? 《紅樓夢》也不看。 我說,那還了得。 那我開紅樓夢。 我說,我的學生至少跟著我。 從頭第一,會看到第一,120回。 直直細細看一面。 我至少要這麼一群學生,我抓住,跟著我,要念一次。 我以為他們不看了。 我想,我開課,我大概最多百八學生就不得了。 誒,一報名,一千多。 我還說,這個還有希望。 還有希望我們的古典文學。 因為台大教室只有四百人, 所以電腦裡面跳了四百個。 其他的還好,他們用錄像,錄像,錄像。 那麼我一講,我們答應說,一個學期。 因為我算一算。 一個學期,一個禮拜講八回,剛剛講完。 所以一講下去,我講的一個學期, 講完了四十回。 只講了四十回。 三分之一。 那台大教室就說,你開了頭了,可不能停。 第二個學期,又拱了我,又講。 第二個學期,我就加了一個鐘頭。 我真的很負責。 加了一個鐘頭。 而且,什麼端午節啊,什麼什麼節啊。 我這樣補課。 我把學生都找回來。 我問我聽你補課。 我問補課,補課,你要不要我怕教不完。 哪想的第二個學期,講完。 中間是更精彩的。 一講八十回。 那還沒講完。 他們說,那你不講完的話,對不起,朝鮮奇。 我小講也是。 所以一講就是一年半。 一講一年半,一百個鐘頭。 那麼,講到最後一個鐘頭, 我還加一鐘頭才把一百二十回講完。 最後講完。 這一百二十回都有錄像、錄音。 所以他們時報出版社, 就把我一百個鐘頭的講義, 從編了以後,就成了戲說。 主要的目的是,導讀教學生。 尤其是大藝有些學生可能又沒看過。 有時候可能很怕怕說, 我聽說了,大陸有一個調查說, 哪一本書你最看不下去? 《紅龍夢》是第一本, 是我看不下去的。 大概一看了第五回, 大陸有很多詩詞。 不,不想講什麼。 大概就看不下去了。 我就導讀他們怎麼樣子。 這是我們中國最偉大的一本小說。 在我來講, 我現在八十歲了。 八十歲了, 我說可以這麼講的。 說錯了吧, 到這個年紀了, 我可以講, 天下第一書。 我可以講, 這本書好看。 我可以講, 這本書好看。 這本書好看。 所以, 沒有倒他。 這樣子。 我覺得這本書, 必須要看。 他在文學上, 他聊不及了這個成就。 我想他是我們中國最偉大的小說。 我在教會的時候, 我自己寫了小說。 所以, 我完全是以小說的眼光。 讀小說的眼光。 我自己寫了小說的眼光。 為什麼,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怎麼寫得這麼好。 為什麼, 他用這個字, 這個時候講這句話。 他都有道理的。 他說, 不是,不是, 隨便可以講。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那道菜的名字, 你要小心。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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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道理的。 取一個名字。 那個《紅龍夢》, 是為天書, 講不完的學員機, 說不完的密碼。 所以, 我教學上怎麼怎麼的。 文學上很聊的。 第二, 他在十八世紀, 乾隆盛世, 那時候是中國文化到頂點, 最熟, 爛熟, 那個果都快掉的時候, 那麼的時候成熟的。 所以我覺得它是極大成, 希望中國文化極大成的一本東西。 所以我想, 在幾方面, 文化方面, 各方面, 都應該念這本書。 那其實對於這個《紅龍夢》的研究, 就像剛剛荷文老師說的, 已經成為了一門學科, 叫做《紅學》。 那《紅學》呢, 就是又分為不同的學派。 各家也是支持各家的觀點。 比如說, 對這本書的作者呀, 歷史背景啊, 版本啊, 等等問題, 都是有爭議的。 那我聽說, 最近, 好像在中國, 大家要開大部分討論, 說這個《紅龍夢》的作者呢, 是顧錦馨, 而不是這個曹雪芹。 不知道兩位類似怎麼看? 是李先哲說, 是李先哲說。 是李先哲說。 我想, 現在已經成定論了。 這個可能是曹雪芹, 不會有其他人。 現在有人還要去翻案, 我就有點多餘了。 他自己就寫了嗎? 第一位就寫了《曹雪芹》。 這是《曹雪芹》嗎? 我想是《曹雪芹》。 只有《曹雪芹》。 我想, 這本書, 他端不算是自傳, 但是自傳性。 我想, 三萬一奧奧巴爾夫。 自傳性的。 這個作者一定經過那種的生活, 那種的生活才寫得出來。 才能那麼真切。 我猜得那麼清楚。 我在想, 我說《曹雪芹》是《曹雪芹》的《往事醉意錄》。 《醉意往事年年晚》。 我想像《Marshall Proust》那本書一樣。 一定只有他, 你會感覺到他個人的那種感情。 當然, 有些人說, 有很多理論的人, 這麼大部分的人說, 這是《曹雪芹》批判封建社會的。 我來看, 他寫了過去的封建史, 封建生活, 性質伯伯。 樂得不得了, 吃什麼、穿什麼、用什麼這麼樂的。 你做私、吃螃蟹, 吃螃蟹怎麼吃螃蟹的? 都寫得清清楚楚。 他越寫越清清。 我想他不是在批判, 他是在回憶, 他那個好日子, 過了那個好日子。 我想這樣才寫得好。 如果成了新書, 有社會不對, 批判寫的, 那寫得好。 我想他一定有很深的感情。 吃過螃蟹就忘不了了, 大概是炸炸蟹, 吃不了的這個美味。 他寫下來, 那就真的動了。 他還幫我解釋, 你也有一個白老師的意見。 可是, 先有他, 他這個人性格跟我完全不一樣。 他說, 現在在討論這個問題, 是多於, 我認為愚蠢, 浪費時間。 現在不是還有人說, Shakespeare的作品, 都不是他寫的嗎? 這我覺得也很荒謬。 我覺得這太無聊了。 而且, 顧景欣的年代根本不對。 他這個講義書, 顧景欣的年代跟他完全不對。 所以, 就算是顧景欣寫的, 除非他在陽台裡顯。 根本時代不可能。 而且, 自古也沒有人說, 知道一個, 我特別去查的顧景欣, 簡直我就覺得是無聊。 這是我的反應。 你看, 人家的支持學者, 其實我覺得, 仙勇啊, 是紅學家。 我不是, 我就是, 喜歡的人就捧, 壞的人就罵。 我只會這樣。 那關於紅樓夢, 好像在中國還有一種提法, 就有人提出說這個, 提了一個問題。 說這個, 紅樓夢和金瓶梅, 哪一部最偉大? 也有人認為說這個, 沒有金瓶梅呢, 就沒有紅樓夢。 兩位怎麼看? 你學姐好嗎? 我們讓來讓去。 我講的不道理。 還是出著我來的。 因為我, 現在又不會來, 只能過三次來。 可是我這個話不好, 不敢跟我的, 那個共同主旗說。 是不是傷了他嗎? 我今天跟大家說。 我說, 不地道的地方, 你替我不地道看, 這樣子的, 我怎麼看啊。 金瓶梅呢, 你看下去呢, 你聞的都是肉味。 紅樓夢呢, 你聞的還不傾向。 所以我就是這樣子的, 的確沒有金瓶梅沒有紅樓夢。 可以這麼講, 那是真的。 我想很多地方, 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是大的。 影響是大的。 但是紅樓夢的時候, 就老早超越了。 金瓶梅還在寫實的, 還在寫實的層面。 金瓶梅還在寫實, 寫實的層面上了不得。 那麼說。 一個人敢把人肉的現實, 能夠這樣寫到底, 寫得一點, 估計都沒有, 就了不得。 天才。 那是天才。 但是你不能說, 光是寫肉也不行啊。 人還有另外一個靈的那種生活了。 所以我覺得, 紅樓夢金瓶梅的那個好處, 寫的那個小說的技巧, 那是對於人的描繫, 對於細節的描繫, 對於整個的色彩, 都不得了。 我想, 這個超越奇, 都選來了。 都不得了。 當然, 轉化得很, 轉化得非常厲害。 所以他又把它拉高了, 拉高了。 的確, 這兩本書是有選年, 但是呢, 後者是遠遠清楚未來。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認為那個金瓶梅我最覺得, 所以馬上各位就可以看到, 那個先勇有多麼厚道。 他說話都是很有分寸, 絕對不像我。 我說, 我覺得金瓶梅, 就像你跑到別人, 朋友家, 很好, 什麼都好看, 你不看別的, 你跑廁所看, 就看到廁所。 還有, 主要的金瓶梅, 我是完全不能夠欣賞, 我看過兩三次, 看了都覺得很痛苦。 因為他的文字太差, 一點美感也沒有。 他就是著重於那個肉欲的表現, 雖然他說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哪有善啊, 沒有一個是善的, 都是惡報。 而且最後, 個個都, 雖然他覺得應該是警示, 可是你除非是聖人, 金瓶探說的, 如果你看紅樓, 看金瓶梅掉, 落淚的, 就是聖人。 可是我們沒有人是聖人, 所以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很年輕我就看了全民的, 沒有以下山區, 七百字, 沒有人。 所以, 一點也沒有覺得警示, 因為血氣方剛看那個, 還覺得挺刺激的。 完全, 就是這個文學, 我覺得有三個, 就是Tennessee Williams說的, 要照顧思想, 照顧心, 還有就是below the waste, 那麼當然, Tennessee Williams都照顧到了, 先有呢, 對我來講, 他是我們中國的Tennessee Williams, 所以他寫小說, 照顧了三個, 腦子, 精神, 跟那個靈魂和肉體。 可是, 金皮梅他是著重於這個肉體, 不是著重, 根本, 壓根就沒一個好人, 而且, 他們的對話, 我簡直不能認受, 就是女人跟女人, 沒有對話, 那種粗魯啊, 簡直是, 我就覺得, 在我看來, 簡直是不能課, 完全不能課任而已, 不過, 我這個人呢, 就是很神奇, 就是, 我喜歡的, 就愛的不得了, 不喜歡的吧, 就是, 七之一定, 其實, 我寫得出來嘛, 當然寫得出來, 當然寫得, 寫得也, 他有太的, 大概他也有太的, 大概他也有太的好聽, 可是, 我自古我也沒看出來, 金皮梅有什麼好, 主要他的文字, 討人厭, 你看, 你, 太俗氣了, 我覺得太俗氣了, 楊老師是很充決的人, 又是, 你說話啊, 我就是, 瘋瘋癲癲, 說話也不急, 我想什麼, 就說什麼, 因為我討厭這個, 金皮梅, 我說, 正正當當, 你就什麼笑笑聲, 讓大家, 後來啊, 無聊的人一直去研究, 到底他是誰, 誰 cares, 他寫的那麼爛, 好, 我們不談這個話題了, 我覺得看這個話題可能 哪個講完完是嗎? 接下来我们可以说说这个版本的问题 您在您的星座当中其实也颇费笔墨 说了说这个版本的问题 您觉得对《红楼梦》各种版本的研究 它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吗 那您也跟我们解释一下您在书中提到的 长衣本和工程本的这一招呢 《红楼梦》的版本是个大学问 我先让《红楼梦》绝对不是一个版本专家 我对以前我对版本的研究真是没有什么 就是看看一篇《红楼梦》的文章而已 没有深入的 这一次我提出版本的问题来的 刚好给我一个机会 我在2014到2015在台湾大教书的时候 我在美国加勒大学教的时候 用的这个版本呢 是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的 是以陈宜本为底本的《红楼梦》 那么我稍微讲一下 我怕有些在座的朋友们 也许对于陈宜本和各个人 不是很熟悉的意思 稍微解释一下 那陈宜本呢 那陈宜本呢 是1792年 1792年 前农六十一年 1792年 那么陈伟源跟高二 这两个人 他们用了木刻活字版 刻出来的这么一个版本 在前一年 前农六十年 他们也出了一个版本 他们也出了一个版本 前一年出了一个版本 那个叫做 后来人叫做《成甲本》 就是等于说 1791年 在我看来 那一年是非常 在中国文化史上 是花时代的一年 现在很多人 没有太注意这个年代 为什么我说它是花时代的 因为我们最伟大的一本想说《红楼梦》 是在那一年以全本 以一百二十回全貌出现的 所以我们最伟大的一本想说 全本的一本想说 是那一年这个课程的 那么 头一年课了 为什么第二年它又开始 又课一次呢 因为它头一年课的时候 很仓促 后来第二年 它又发现说 里面不少错误 所以它第二年的感觉 又课了一本 又课了这个 这叫做《成一本》 所以这个叫做《成一本》 就是1792年的《成一本》 第一年 第一个叫《成甲》 《成甲》每一刻出来 马上落洋子柜 因为头一次 《红楼梦》有全本出来 以前都是前八十回的手抄本 各种本子出来 都是手抄本 而且各种手抄本 有的还不全的 不一定是八十回 有些是几十回的手抄本 所以这是第一次 那么这个《成甲》很风行 一直从《乾隆》时代 一直到《嘉庆道国》 都是以那个本子为底的 一直到《民国》 《民国》十六年 就是1927年 在上海《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相似 《亚东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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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流行很多年,在台湾的有些朋友们看的远东突出公司,我用的时候的贵冠突出公司,都是这个办法,几十年下来都是这个办法,中国大陆的情形就不一样了。 同样的情形,这个诚意本,开始的时候五几年,五四五七,他们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基本上也是《暗亚冬》这个案。 后来到了1982年,这些年代的时候,就很多手抄本的本子出现了,一共的十二种。 其中有一种最完整的一种,一个本子叫《庚承本》。 这是这个《庚承本》。它本来是手抄本,前八手抄本,只有七十八回。 六十四回跟六十七回没有的,缺了两回。缺了两回。 这个本子早,全龙二十五年,1760年就传出来了。 这种本子早,曹有钱还没死。曹有钱据说,据胡思说,因为曹有钱那时候很穷,曹有钱这手抄本出去的时候,可以卖钱的。很贵的。 所以在剩錢的時候,很多手抄本已經流出去了 這個本子,根本是手抄本最多、最完整的,七十八回 然後呢,大陸的紅穴專家,馮啟用他們 他們就覺得說,因為這個本子早 早,曹雪芹還沒死 他們說,所以,這個邏輯是這樣的 因為早,曹雪芹沒死 所以這個本子就是最靠近曹雪芹的原稿 曹雪芹的原稿誰也沒看過 曹雪芹不見了 到現在為止至少,還沒有出現過 但是他們就因為早 所以他們就1982年,就把根成本為底本的 馮啟用他們叫做的這個本子 然後呢,因為這個本子只有八十回 然後再把陳高本,就是陳甲本、陳怡本的那個本子 把陳甲本的後四十回剪下來 貼到這個本上面 所以那個就變成了一百二十回 前八十回是根成本 為底的 後四十回是以這個本子 那這個本子呢 因為很多人叫做還有還有全 那根據您在教學當中 對比這兩個版本來教書的情況 您推崇哪個版本來教書的情況 那根據您在教學當中 對比這兩個版本來教書的情況 您推崇哪個版本來教書的情況 那麼聽說這三十多年來出版了七百萬冊 那麼我去過南京一次去年 我在南京師範大學演講的時候 大概有七百多人在聽 我講完以後我就問說 在座的有沒有看過陳一本的只有一個人 可見得根成本取代了這個本子 那我以前不跟我有 有些版本基本上我都有 可是沒有仔細一個一個去 我這一次在台大教書的時候 因為這個陳一本在台灣也斷版了 因為大陸的影響 根成本傳到台灣去了 台灣那邊也根成本了 所以這個桂冠那個陳一本就斷版了 2004年斷版了 那我教的時候學的沒有這個本子 那我就用了台灣的李仁書具出的 也就是人民文學那個根成本 那麼我在教的時候 就兩個本子一起教 我對著教 我就有機會從第一回一直對很仔細的 所以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一會不會這麼對 因為我陳一本看得比較熟 我看到這個根成本有些陌生的不同的英文 我馬上看到了 我就做了一個完整的比較 完整的比較 我就發覺這個根成本有不少問題 陳一本也有他自己的問題 我講一個例子 我講一個例子 不要別這麼想 這個人物裡面 紅樓木人物裡面 主要人物不算 比較次要的人物 我最喜歡的之一 我就寫了最好的之一 是尤善姐 尤善姐 尤善姐 我就寫了最好的一個次要人物 是紅樓二遊樓 你想想看 這個《朝鮮宣傳》的片場 那個時候大概六十幾回 六十幾回 紅樓二遊出來 尤善姐 他們的故事出來 大概總共五、六回 就把他們的故事講 就非常動人 人物先活得不得了 尤善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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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三姐是個烈女,心情很烈,剛烈,不好惹的。 由二、由三,由二姐是柔順、溫柔,由三姐是剛烈。 由二姐,由二姐很早,因為她們出生比較多。 她們的姐夫,賈征,林國府的賈征,林國府的林國公。 他的小姨子很風流,一下子看中了游二,游二也很溫順 他們一家都靠姊夫支援,他們就跟姊夫油染了 賈征得到二姐,吃了嘴裡,放到鍋裡,對妹妹游三姐也有垂言 游三姐因為不好惹,更加挑起她的戰鬥性,要去克服這個小姨子 在這個陳怡本裡面,游三姐沒有給她弄上手 因為游三姐不好惹,破辣有點,賈征不敢輕舉妄動 所以,但是跟陳怡本裡面完全不一樣 跟他們說,游三姐也老早跟姊夫有一腿了 這樣子兩姐妹就給她弄上手了,很不一樣 我覺得《紅龍宮》裡面最精彩的片段是哪一段呢 賈征,游二姐被賈蓮收成二房了,金無長交 就在那個賈征後面有一個小公館,我們就叫小公館 有一天,賈征就到了小公館去 因為她兩姐妹都在那裡,她想要去勾引那個妹妹 後來游二游三就陪她喝酒 游她媽媽、游老娘也一起喝酒 那賈蓮回來了,賈蓮回來了 賈蓮回來了,她小的賈征動那個三姐的腦筋 她就想辦法撫破他們兩個 就跑去敬酒,敬游三姐的酒 說,你們兩個喝雙杯酒 那個游三姐就跳起來,寫得好,用個跳子 跳起來站著看著她們去 使得她們兩個人超罵了一頓 就是,你們不要以為你有錢,不要你們以為有什麼 拿我們兩個人當粉頭來玩,那你就拿錯了主意 罵的,吭槍有聲,字字句句的道德 罵了她們兩個人 那兩個人本來是風流常宗的老手 被這個女孩子罵了 罵了以後,她寫得真好 她說罵她們,一邊罵她們 沒有半刻詩文,說她們兩個耳罪子 長的耳罪子,像打鞦韆一樣 那是醒了多好 一邊指著罵,一邊甩來甩去頭髮 你看看,打鞦韆一樣 多麼火啊 罵了一個 罵的那兩個兄弟呢 不能回嘴 你看 關鍵在這裡 這個跟陳一本是對的 因為她沒有給她弄上手 所以她有立場 她有理直氣壯的可以罵她們 是不是 如果說她不是獵女 是個淫婦 水性洋化的 跟她姐姐一樣 被那個賈征玩弄過了 這個時候你又來罵人 這個時候你挑起來罵人 那個賈征也不好惹 一句話就回去了 對不對 一句話就封住了 所以呢 從邏輯上來說 對 邏輯上來說 不合邏輯 這一段的話 不能成立 後來 接下去更要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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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相良呢 給了聘引 一對 鴛鴦劍 給了聘引 后来柳香良回来以后听到,哎呀,他是贾征的小姨子,他就怀疑他了,他说你们家府啊,东府啊,只有那个门口两个石头子,石狮子是干净的,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的,他就怀疑他,那个柳香姐听到了,柳香良很真烈的一个,好不容易我,我一心一意, 你等你,等了那么多年,等了那么久啊,他就怀给你,你不用了,就聘你,怀给他,还鸳鸯剑,然后我一下自杀,自杀的原因就是表示我是真烈的,我清白的,你冤枉我了,这是他说,如果他真的是个淫妇,那柳香良没错啊,没有错啊,他死了干嘛,没有自杀的理由, 所以不通,所以我想这一点,还有很多诸如此类,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这两个版本就有很大的差异 好,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红红梦》的这个主题问题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公共的文学史上,我们有很多其他的精品著作,但是在两个人看来,《红红梦》它和其他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它是一个爱情故事吗,它讲的是三角亮吗? 对不起啊,我自己主人一样一样,在我的感觉啊,这本书啊,它是有两条线,一条是说跟钱有关,另外一条主线就是跟钱有关, 啊,嗯,在钱有关,在钱有关,在德其他的那条线上,像西凤,港凤姐有关,是主权,情有关。哇,对不起呢。 它就不能產生美 所以我剛剛再說一次 我認為 我自己的認為 我自己認為 精疲美不行 因為它不是說情 它是說慾 這個慾這個東西 是說穿了 我想大家都承認 所以每個公寓 每個房子裡都有廁所 你不能集中於廁所 你還有很多客廳 有書房 或者有臥室 當然很重要 可是都要寫到美 點到為止 像先有剛剛說的那段 真的是很棒 寫的那是沒有話講 百看不厭 那就是先人也提出來 我倒沒有看過那個 說是他跟賈珍以前有油染的 我沒看這個 如果看了我也會覺得 完全不合理 那段他寫的 那真的是 也不知道怎麼可能 18世紀 他就能夠把它 完全像現在的電影 他那個鏡頭什麼都安排好了 那個人 所以我覺得尤三姐 簡直跟王熙鳳姐 他們是一對 可是曹雪清他很狡猾 他故意不讓他們兩個人見面 因為這三姐說了 我倒要去混混這個破譜 還是我不怕拿去 你想 真的見到就沒意思了 對不對 大家在那打架 換了我們那位校校生見到 一定是兩個彼此不相罵 賊英富 那個金平梅啊 沒有兩個女 都是很有錢也有事的人家 就算是小老婆也有分寸 他們從來沒有說彼此叫 什麼姐姐妹妹 因為我年紀大 我見過那個家裡面 見過有我父親母親朋友啊 他們是有小姨太太 那大太太和二房二太太 三太太 都是叫姐姐妹妹的 沒有說事 在金平梅裡 從來沒有這樣自演出來 都是彼此賊英富 各種罵的 罵的根本就不可能嘛 你人跟人之間怎麼可能會碰到 除非是特別下等的 碰到另外一個女人 那如果你罵出這樣的話 你自己也不是個好東西 所以就算那個吳月良 你大老婆 她也是說話很粗粗的 也很討人厭 就是沒一個好東西 問題就是這個 到我 我也不說 你這個說壞人也好 像張艾麟 其他寫的文字裡 很多人呢 都是很凶很厲害 而且很悲慘 也有很多壞 好像是壞人 可是你再想想 每個人都很可憐 可是金平梅啊 當然你說潘迪南 他也很可憐 可是他寫的手法 就把它寫成一個 惡毒都不得了的一個怪物 所以就沒有美 為什麼這個紅樓墨 它是充滿了香氣 就像先生說的 就是因為他選了情 而且他這個情啊 他沾到一點 below the waist 他就stop 點到為止 所以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 就算他寫得有點粉 就是我們唱金句啊 說粉就是有點陶色的意思啊 他也是點到為止 他絕對不會下禮謀來 形容這些不用形容的東西 我們大家都是小孩 看著就懂了 看怎麼回事 所以我覺得他還有主要的線 就是錢 所以這兩個都導致了這個 最後假假的夢中 因為我們紅子都說了 食色信念 這個食是代表的錢 你吃飯得要有錢 所以它是代表錢 色當然是代表情欲 所以這兩個是人的本性 可是我覺得曹雪芹這本書啊 他是把情很多地方都升華了 他寫到假年啊 唯一曲端 當然他點到為止 他沒有到很下流的地步 所以這本書啊 所謂我完全贊同 我覺得堅毅批評啊 實在精闢的不得了 我說是天下的藝術 可是我認為他的主題是兩個 是十四歸於孔子說的 這是我的 我自己的潛艦 那我也按著 王班這條線講的 的確 我想講的琴字 這個琴字很奇怪嗎 中國人的琴啊 用英文發不出來了 我在教的時候 那琴字 love也不對 passion也不對 feeling desire 統統不對 中國這個琴好像是一種 生了聚來的一種原動力 這本書真的是對琴的解釋 對琴的層次最複雜 最複雜 層次最多 從最高的神話 他們的將祖先朝跟神音 士者 他們兩個人在靈和的交內斷 先緣 下地以後 到凡城以後 要用淚來 多美啊 要用淚來還她 這個琴字 這樣 大家不要忘了 女娲念石 念了三萬六千五百塊 多了一塊 就是那個零食 寶玉的事 那個都去補天去了 所以這一塊 就沒用上了 所以她自願自愛 放在哪裡呢 放在青梗風下 青梗 青色的青梗 梗是土之變 一個根的 青梗風下 別忘了 青梗 跟情梗 是諧音的 我能不能取一個名字 不是隨便的 她情梗 這塊石頭在情梗 慢慢慢慢 她生根了 她生了情梗 情已經蠻可怕了 這個力量 還要生根 生根 生根進去 武丹廷有一句話 崇民共送武丹廷 一個想法很大的 說 情根一點 是無身在 情一旦生了根以後 你一輩子都還不完 無身在 你這個情在還不完的 情根一點 所以 寶玉 那塊石頭 變成情根了以後 她倒了 樊間來 倒了紅塵 倒了 幹什麼的 她是補晴天的 那些石頭都去補天去了 這個石頭是補晴天 晴天難補 晴天很難補 晴天很難補 情方面都有傷了一下 刺一下 戳一下 總有的 這種情傷 情痛 她是擔負了所有這些世界的 這些情 的痛處 你看 所以 她是 後來後龍門有個情榜 情榜 放放 情榜 她是第一名 所以 她形容她的時候 說她那個眼角上面都是情 所以她生氣的樣子也是有情的 所以她反而是情的化身 這個人 這個寶玉是情的化身 所以她一直 一直擔負那麼多的 情的擔子 情的子情 比如說 她到戴玉死 她秦文死 戴玉死 都是為她 都是為秦兒死 後來 所以 對於寶玉後來最出家的時候 我稍微講一講 這個情 寶玉出家 我有另外一個看法 寶玉出家 大家也不忘了 就是 有一天 這個 賈政 把賈母的林舅 送回精靈 回來的時候 在一個小鎮 那邊 河邊坪 下大學 大學紛紛的裡面 突然看到山的人來 一生一道 一個和尚 一個道士 中間一個人 穿一個大紅的斗篷 別忘了 別忘了 這個紅字對於紅的夢 是主題 這個時候 她要出家的時候 穿紅色的衣服 而且是斗篷 不是袈裟 她穿一個大斗 斗篷的多重 那是 心心沾的斗篷 很重的斗篷 紅色的斗篷 來了以後 光頭赤足 看著賈政 何時是敗 臉上是是喜是悲 然後呢 一生一道說 俗緣已了 把她嫁走了 一生殘腸就嫁走了 賈政 這裡寫得好動 賈政那個爸爸 你討厭她 恨她的兒子 不成棄了 這樣子呢 其實愛你 愛你 愛你 她就去追 喘吁吁地去追這個人 看到這個三個人 紅色大洞 在雪地裡飄去 很多解釋 但是大家就說 寶玉是出家了 登入空門了 受了待遇死的刺激 我想還不止 我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 那個紅 紅色 紅色代表什麼 在洪洞裡面 紅 紅 代表紅塵 代表人間 代表人間一切的情 情 代表人的情 我想寶玉走的時候 她那個袋沙 不是她那個斗篷 是她一個大的負擔 她背著 她背著世間的情傷 而走的 她擔負了 為了世人所有的情傷 放在她的身上 很重的 紅色的 在雪地上這麼走掉 王國維有 《人間詞話》裡面 她講的那個後祖的詞 有這麼一句 她說後祖的詞 是一寫 寫 血 是一寫書的 是一寫書的 她說 《袁然有釋迦和基督的那種擔負人類的罪惡和痛苦的》 他講的是後祖的慈 後祖是一己之卑自主 四人之痛 我想這句話 我要放了家寶玉說 這個時候的世界上最合適 我覺得寶玉,我看我的看法,在某方面說,我想這個朝廷情對佛教很熟,對佛教鑽養,我覺得在某方,某種意義上,《紅龍夢》是一個佛陀前傳 我覺得寶玉,他的一生跟十大多太子很相像的,享盡榮華、享盡美聖 突然間逝出門以後,看到了人間的生老病死苦 所以他擔負了人間所有的痛苦,跟後來的大處理 寶玉也是,他的那個擔負跟釋迦最後出去的時候,一樣擔負了人間所有的生老病死 他看穿了,所有的人間的生老病死,他都經歷過了 另外一方面,他也像基督一樣,背個十字架 他的十字架是什麼?是琴,琴是他的十字架,背著那個琴的十字架走的 所以這本書呢,還有一個題目,大家比較忽略的 《紅龍夢》,他叫《紅龍夢》,又叫《石頭記》,又叫做《風月寶劍》,又叫做《金零十二差》 還有一個《秦深路》,還有一個名字,叫做《秦深路》 《秦深路》呢,在開頭講的,大家不要給他蒙過去 《秦深路》是空空道人,有個空空道人嗎? 他社空的理論,有色如空,有空之深情啊,這麼一串 其實他講的那個《秦深》,我指的就是寶玉 寶玉就是這個《秦深》嘛,因為秦是他的宗教 本來講,秦深是很矛盾的,你有情不能成生,你有情不能當和尚 你當和尚要斬斷秦,這個和尚,這個賈寶玉的和尚是秦深 他是擔負了那個秦,他的信仰,他的一切,背著人間是所有的情商而走的 所以我想這本書,從頭到尾,都是這一個詞,這一個秦子 嗯,那從這個寫作技巧上面,您再給我們解構一下這個《紅龍夢》 因為我們都說《紅龍夢》它是一部宏大的劇作 它是構思極其整理,涵蓋的內容極其豐富 而且涉獵極其廣泛,就像您說的 它不但是涵蓋了宗教啊,飲食啊,顏林啊,詩詞,歌舞戲曲 就感覺做者是無所不能 那一個如此宏大的作品,它的高明之處在哪? 為什麼如此有入聖?從這個寫作技巧上,您給大家解構一下 好,我在教那個《紅龍夢》的詩詞 我在《紅龍夢》的詩詞 我在從寫小說的這方面,誒,為什麼寫得這麼好? 為什麼它的架構? 第一,它的架構非凡 我想它的架構是很大的 因為它前五回其實講的都是喻緣神話 它把它覆好了,它是喻緣神話跟象徵性 David Hawkes寫了一篇论文的英译者、牛津大学的学者 他说这本书是一个象征性的一本小说 他是写实不得了的讲十八世纪的贵族之家 可是他上面的一层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他厉害的是他把前面有女娃补天的神话 他就弄一个太学幻境 把人的命运册子都放到里面 这个多可怕 最可怕的是命运 谁也不知道自己 二十岁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四十岁是什么样子 四十岁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六十岁、八十岁 西方的命运之神是blind 命运是盲目的 他把人的命运通通唱出来了这些人的命运 所以等于他好像希腊碑就念chorus一样 这个很厉害 这个架不大而且高 高度很高 幅度很大 整个宇宙、整个人生都架住了 第二呢 他暗底下 他有那个辱食道这三种哲学在下面 我觉得宏宏宏是以文学、以戏剧的手法 把我们辱食道、中国这三种最重要的哲学 这种玄师、用最鲜活的人物、用最动能的故事把它戏剧化 把它dramatize 把它变成小说 这是他了得的地方 你出来讲一番什么道理 讲佛、道、讲儒价 也没人听你了 他用小说 用人物、用故事 像贾政和宝玉 这两个父子冲突的那么凶 也就是鲁家和贾政为代表了 鲁家和佛道 宝玉是佛道方面的 这两个 入世和出世 这两种哲学的冲突 当然他用这两个人物 宝玉和贾政 非常现实、非常父子关系来诠释 这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 这是他所得了不得的地方 当然他的写实 他的人物所造的都了不得 这讲不完了 人物 我觉得他是点石成精 傻豆成冰 只要那个人物一张嘴就活了 怪的 别人没那么厉害 哪怕是小人物 哪怕他们的一个用人 一个什么小丫头 一讲话 哎 你就好像那个人就活了 他说 我这吹一口气就 就渡火了 他有这种本事 他写诗方面 象征方面 他也把中文文化 尤其是把他世纪的贵族文化 那是写尽了 我把它比成张哲段的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 把北宋的变梁 等于拖映下来 общеße 遗墓後 不断 独符 八等的不得了 用象徵手法、神話、這些東西都是超前的,而且我覺得它是universal的,所以它很瞭不得。 剛剛提到《情》這本書, 《情》就像憲永說的,它不只是愛情,說這本書《紅龍夢》是三角戀愛,完全我認為是錯誤,根本就沒有什麼三角戀愛。 它像寶釵、戴玉,也不是什麼情敵,因為寶玉心裡它其實只有已經是神話的結構,已經註定了他們是相愛的。 不可能有,而且我是絕對不同意,這是一本《三角戀愛的愛情情說》,那實在是把它,完全是根本沒有,好像上海人說啊,有一句話,說, 結束縮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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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縮。 看戲啊,你不跑去聽戲。 結果你看賣芝麻糖的人,然後想不理解到那個美的地方。 把錯了。 所以他這個情是代表一切。 所以就讓我想到有點不打相蓋。 可是我每次演講,我相信如果來過我的講座的人都知道,我對那個Tennessee Williams我是特別仰慕的。 為什麼呢?比如說他的代表作最有名的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他那個desire就是包括了很多很多,就像先有剛剛說的,他是包括了情, 他也包括了喜歡物質的東西,他的雇員,他的男方Belle Rie,美夢,他的家園,什麼都沒了。 所以這個劇本,這個Streetcar Named Desire,特別感動我,而且他寫的創造的女人Tennessee Williams, 跟先有創造的女的角色非常相近。 他們就是各個都惹了那個情歌,眾人情歌,所以都會受苦。 所以聰明的男人不說了,我的寶碧是一個例外。 可是女人呢,千萬就像詩經理的那個蒙那首詩, 那個蒙之詩詩那個,他說如果男人迷入一個女人,還可說。 可是女人呢,你要小心,絕對不要被一個男人的迷入。 但是我們生命裡有那麼多的desire,這個desire到底是一個哪一個字? 你不能把它pin point,it cannot be pinpointed. 就是說,中文就是一個愛,不夠。 它有很多對錢的愛,對人的愛,對生生的愛,肉體的愛,它包括了很多。 所以它那個street car,那個desire,它有一個代表性。 所以它的精神跟超雪晴一樣。 它表面上好像就是一個street car,which is called desire, 那個street car有一個名字。 但是它不是,它是說人生之名。 所以我覺得中西方,雖然很多人覺得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可是我覺得,說到了文學和美,和這些感情的東西,中西還是一樣的。 所以我那麼喜歡《紅樓夢》,我也特別喜歡street car,那個desire, 它那裡頭的詩詩,像這個曹雪晴,他寫那些有的小人在一起聚會啊,把人笑死。 他們做的那些歪詩、打油詩啊,什麼啊,讓人笑死。 也覺得很地俗的啊。 可是當然點到為止。 可是它多半,只要黛玉快出現了,它好像後頭就有音樂來了。 它的音樂是用詩歌詩文來。 它就先讓你關注。 它很狡猾。 它這個曹雪晴特別矯大。 它好的,它說,應要說,告訴讀者,哎呀,它又是說黛玉啊。 它不是孤方自喪,孤方自徐,目無下沉。 它又說,它沒有寶釵大碼。 可是我們讀者偏偏就是愛黛玉。 它說不好的,就是好。 它說好的,不一定好。 它說習人多麼會歸全。 多麼去跟王夫人跟他說,姐妹們都大了,不應該在一起。 不是鬼話。 它是自己,頭一個就是勾引。 在那兒假證。 聽出來,王老師最喜歡林黛玉。 我喜歡林黛玉。 我能理解,能理解。 但是,你再想一想。 到我年紀大了。 因為我很小的時候,我跟謝倫一樣。 我第一次看待九歲、十歲。 看到黛玉死,我就不哭了。 那一天呢,颱風在香港。 那時候我住在香港。 我姐姐,我們倆也下雨。 颱風嗎?我們出去,我們就在家。 我姐姐比我大了,我十歲。她十二歲。 那她蒙著頭褲,我也蒙著頭褲。 她看三國,我看三國。 她看三國,看關公走賴城。 我賴城。 我要老情況。 我不是,這真的是。 我不是說,我不是說遠了。 我不是說遠了。 那個張飛跑去跟劉備說, 我們要發兵,打多五。 就說,她害死了二哥, 就是關公, 非他,非這麼半塵,非死他。 後來,劉備那個時候就說, 他說我們還要三思而行 他說我們要再三思而行 張飛馬上就哭了 他就說你現在差不多已經成了 你是屬主 就是四川 屬主 他說你已經忘了我們桃園結義 他說你把二哥都忘了 他就這一句 劉沛 唐人就決定要打 所以你說 如果有人說 很多人都是那麼說 都覺得好像紅樓是多少受了一點金屁媒的影響 可是這很難說 因為天下文章一大抄 我覺得關公多多少少跟待遇有點像 劉沛 多多少少跟寶釵有那麼一點意思 所以你都連得上來 因為都是人嘛 所以我看Street crime的時候 我看Tennessee Williams 跟我看鮮勇的小說 像他寫的我最愛的就是一心掃 還有一把青 還有幾個都是我覺得是不朽的 他創造的女人都是很複雜 而且都是中了這個情的魔 所以都是受苦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時候 對不起 我剛剛想到了這些 這是離題了 我這個人最愛離題 說這個 不說了 我現在有一點 王滿提錯了 有很多 我們小時候也是 以為都是三角戀愛 然後講寶釵跟李戴玉搶 搶賈寶玉 我看法律根本也是 我同意說寶釵 其實寶釵最後嫁給賈寶玉 我覺得他不是嫁給賈寶玉這個人 他是嫁給了賈府裏面 那個魯家系統 中法社會裏面 那個做媳婦的位子 榮華寶貴 而且寶釵是有一把金鎖的 金鎖 金鎖也可能是家鎖 也可能是家鎖 金子是最沉的 最重的 玉可以一敲可以碎的 寶玉玉碎 可是金子是沉的 很重的 把金鎖架在寶釵上 他以後要擔負起整個賈府這個動擔 王熙鳳要死了 王符人沒用的 後來賈寶釵懷了寶玉的兒子 以後叫賈貴的 賈府要再興起來 或者再用的 就要靠寶釵跟兒子再重新起來 所以他會擔負了那麼大的一個重擔 寶玉已經不見了 寶玉已經不見了 這個寶玉已經不見了 沒有玉了 沒有玉了 情之意 對 而且靈魂都沒有了 心沒有了 心已經給你帶玉 你帶走了 心已經帶玉死了 心已經給你帶走了 他已經帶走了 他這玉已經走了 帶玉是他另外一塊玉 寶釵架子 然後他已經帶走了 他現在這個空肯 寶釵架他的時候 是架了給賈府的那個位置 所以他不是普通軍方式三角線 他就是寶釵後的勝利了 我想不是這個意思 我想這樣去看 而且我一直覺得 他們三人是一體的 所以賈寶玉 寶子是寶釵 寶釵是寶釵 待遇它是代表了欲勤 但是像他這樣一個仙人 他是不可能結婚生子的 所以他在他十五六歲以前一定死的 這是註定的 他眼淚也還光了 他會死的 可是這個寶釵呢 在唐詩裡 他的名字是唐詩裡起的 唐詩裡有一句 寶釵無日不生存存 所以他專門是 他跟紅塵是有相連的關係 所以他是很有心機 就像憲勇說的 我從來沒想到過 他是要嫁到賈府 他沒有想到賈府 那麼快就完了 所以這個賈水星很厲害 你不是以為你做了他太太 可是你不能得到他的心 他的心已經是給了林黛玉 所以最後的勝利的 還是林黛玉 所以情還是勝利 我覺得他忘記了心情 忘記了心情 也很可憐 也真的很可憐 守活寡 守活寡 而且他就算不守活寡 就算寶玉沒有出嫁 寶玉也不會愛他的 也只是 因為他的心已經給了別人 有點判斷了 會判斷了 一天到晚規勸 你真喜歡規勸 昨天我跟先生說 我這人一輩子最恨的兩個字 就是規勸 誰也不要來規勸我 好 我們順著人物性格說 你看 紅龍夢 那麼多的人物 而且每個人的性格都那麼鮮火 那這種各具特色的人物之間 他們是否有一定的共性呢 從文區創作的小度 或者你們個人喜好的小度 我看出來 汪老師喜歡您黛玉 您是最喜歡 尤三姐這個角色 您覺得特化的最好 那除此之外 還有哪些角色 各位兩位認為是很出色的 出色的很多 寫得太多了 寫得最好的當然是王熙峰 他的面面 從正面寫 側面寫 旁邊寫 後面寫 他讓我們演戲來講 給他出的場面最多 而且最dramatic 他是主角 一出場 你看 出場很要緊 我講 精細也好 困局也好 亮相 內相 就看出了這個角色 能不能正台 能不能正台 所以這個 我在想 曹雪晴 曹家是有戲班子的 他的祖父曹穎 是寫傳奇本子的 他家裡邊有加班的 整天看戲的 超級小的看戲 然後呢 他的那個表親 叫李迅 叫蘇州 是蘇州執照 他們是江南執照的男性 蘇州執照 是李迅家裡邊 那個戲更多 那個表親 整天也有戲 而且李迅的兒子李炳 自己去拍戲 王斌 票過戲的 過癮 整天去拍戲 所以 曹有賢 他們全家 去看戲 所以他對戲劇的手法 很熟 亮相 很要緊 不如這樣 大家都記得 鳳姐怎麼亮相 開頭 很要緊 你看 《紅蘿夢》裡邊 有幾百個角色 每個人上場 每個人上場 上場最要緊 每個人上場 他很奇怪 就是 他很奇怪 他那個第一名主角是林黛玉 林黛玉上場低調都不對 他們低調上場 幾句話 都是由那個賈以春 他的老師的眼光說 他教那個學生 女學生 身體很弱 很弱 這是很對的 因為《紅蘿夢》裡邊 《紅蘿夢》裡邊 有觀點 很會用什麼觀點看死的人 賈以春是個熟的人 很熟的 世俗的人 他看了 林黛玉就是個身體很弱 落不驚風的女孩子 看不出他的靈性 所以林黛玉很低調 等到賈寶玉出來一看 哦哦哦 三生圓定 這個不得了 這個沒人 啊 這個不得了 這個不得了 林黛玉是敬甲府的代表記者 林黛玉 是敬甲府的代表記者 對呀 敬甲府第三回 第三回 敬甲府的介紹 王府呢 行府呢 甲府呢 甲府呢 甲府啊 還有山村 也就是炭村 銀村 西村 很快的 幾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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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厲害 他沒有停下來 說我甲府出來了 我這個老太太太很重要 沒有 兩三句 等 這些人 這些場面 都能擺好了 這些人 都能擺好了 哦 一個聲音出來了 我來遲了 這是什麼 軍系裡面 叫慘 來了 來了 後面的一句 喊一聲 書聲 起見不是苦啊 對對對 那個 叫 叫慘 叫板 叫板 一句 鳳姐出場 前呼後有 穿著那一身 像天女下凡 呦呦 穿著一身 什麼白蝶穿花 什麼白蝶穿花 唷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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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唷 這個時候 一句話 人味道 人味道 生香味 所以 你自己看 講下什麼呢 給他八個字 行了真好 聲亮苗條 體格風騷 這八個字 信也含春微不露 真是寫得真好 幾筆 一筆 風騎整個體態 整個架勢 風騎萬種 風騎萬種 一來了 做做的不太好 在賈母面前又撞著 掉眼淚啊 一會兒笑就不了 街人說人話 真沒笑 拔面檸檬 還有一個更厲害 我覺得 賈母就介紹了 介紹林黛玉 介紹王熙鳳是誰的 他沒有說 這是你的蓮兒嫂子 那就完了 沒意思 他講的 這就是個泼拉貨 他說我們的南京人 鳳拉子 這個多好 講的一句話 泼拉貨 然後鳳姐整個形象化 也是有賈母講出來的 他小文啊 他小文啊 因為他才跟他調校嘛 所以他紅紅紅紅的那個 人物就恨華 人物的時候 每個人都都給他 他總給他一個場面 等於我們電影裡的close out 他總是在某個場面的時候 給他一個close out 那時候 那個close 傳詞齊 看戲看得多了 我覺得《紅龍夢》其實是大大小小 才是擺出折子戲 幾百處折子戲 湊起來的一個大戲 每個都是個小折子 對 一兩個小 我每次講這個 講到《紅龍夢》 第三回啊 這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人都出來了 除了寶釵 我認為那一場戲 鳳姐看黛玉 黛玉看鳳姐 黛玉先看鳳姐 我覺得這是先看人 先人的一些呢 他是將諸仙子 他到了人間 他沒看過一個人間有那麼美的人 也沒想到人會穿那些衣服 那個黛玉 鳳姐看黛玉 我們誰見過先人呢 所以他一句都沒有說他眼睛長得怎麼樣 一句都沒有 他把他送回去 就說總算今天我看到了這樣一個人物 他說不出話來 所以我認為這是人看先 先看人的一個場面 他安排的實在是好得不得了 他一點也沒說他林黛玉 從頭到尾 沒看他頭上戴什麼 身上戴什麼 他是仙草 他怎麼可能戴金的 戴玉的 把他給壓死呢 所以我認為那一場 實在是精彩 還有我看一個 不知道是誰 他可以住 住得好 他說鳳姐 他說 他笑著 一陣笑聲 他說我來晚了 後面 眾媳婦跟仁人 跟仁人 湧出一個利人 他用這個來 他這個住的人就說 他說這是 採旗開 俺將軍來也 他這個地方住得好 他這個王熙鳳 其實他可惜是個女的 他要是一個男的的話 他就是一個大將軍 他可憐 他就一天到晚搞那個 什麼 什麼錢啊 什麼 他不英雄 我們不用我們之地 那個 賈蓮是文書系的 全靠他 所以這本書 他是講的 女人 真的 他的心都在女人身上 他自己 不管他對男人 主題 保育也顯得好 好 到此為止 我們聽到的 全都是正面的評價 其實無論是在 中國文台 還是世界文台 對這個 《紅龍夢》這次著作的評價 都是非常非常高 認為它是這文學界的 巔峰之作 那在兩位看來 《紅龍夢》它有沒有拜禮 當然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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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大本書 你要去… 去看 拜禮 有 還有很多不… 前後不… 我想 不是版本問題 因為《紅龍夢》版本很多 東抄西抄 這些過來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是版本問題 你看 其實我講現在 陳一本為底的 我現在 《中國時報》 又從… 《中國時報》出版社 又重出了陳一本 還有《瓶喜思辦大學》出版本 也重出了這個 這個本質 其實它是拿很多其他的本質 一起教住 來對的 對過的 對過了 發掘陳一本為 不太為了 這些本質 對的 就用其他本質 教了很多的 所以這個時候,有些疏漏的地方,有,但是我覺得整個大的,我覺得有的紅學家,或者有些學者說,哎呀,後面的寶玉出嫁,這樣出嫁不對啊,還要給他去作奸, 寶玉變成個乞丐,死湘雲變成妓女,然後又結婚,那寶玉出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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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玉出嫁得真好。 就到此為止,待遇僵死也非常好。 整個講起來,大的關鍵地方撐起來,沒有大的缺失。 但是更成本裡面,我挑出來的那些是版本的問題。 像《劉三姐》比如說,全部不合邏輯,都是做版本的問題。 《劉三姐》比如說,你有故事嗎? 就是這種事。而且可是呢,後來我們談到這個問題,先有說薛寶釵,因為我覺得薛寶釵怎麼說?她也是一個大家的女孩,她不可能願意去做釣包。她怎麼可能接受這個要求? 而且我认为后来贾母整个变得对黛玉那么冷淡 让我觉得看了很伤心 我就不愿意看 所以后来我长大了 我大概十五岁十六岁以后 我就不看后面四十分 我看到那里黛桃酱 而且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要得罪先友 因为先友觉得他那个林黛玉死那场不错 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我不喜欢 因为虽然我小时候看了掉眼泪酷 后来我大了我就不喜欢看了 因为我觉得他在最后死的时候 他写的那个后面 不管是曹雪芹写的还是成高的 他最后他在断稿 冯稿断痴情那一场 他那么伤心 而且跳起来在床上说 宝玉宝玉你好 他讲来好字这样下去 我觉得他的身份和他所有描写他的 他是一个仙人 他求人得人 他死他一点没有遗憾 他得到了宝玉的心 他这样跳起来说 宝玉宝玉你好 你好什么意思就是说 你好心狠 居然愿意跟宝柴结婚把我给丢了 这跟普通一个女人说 你这个死鬼呀 没有原来死他 我就觉得 这哭响是待遇到德文 所以我不能够起功名 我看到他死的这场 我认为他布局已经不好了 他说了韩唐渡贺影 下面一句是冷月 葬事花魂 葬事文 我认为是花魂 因为一直他是花嘛 而且我觉得他自己不会叫 我觉得他不会叫自己是诗人 他觉得自己他是花 所以最后他归 他是讲究限制 他最后我觉得他是自己偷和死的 我不觉得他会这样 在丢稿啊 哭的那个样子啊 然后跳起来坐起来就说 宝玉宝玉你好 蹦这样就死 我不再容忍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不能击脱 我没有故风 所以我的办法就是不看 我让我自己想象 黄帆是有灵犯 有灵犯有灵犯 太爱一个灵犯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我说不忍情 还拿这个样子 刚刚之前白老师有说 说红楼梦的感觉是 很多出这个折子戏 组成的一本文学著作 其实呢也有这样的评价了 就说如果没有李丹廷 就没有《红楼梦》 而且《红楼梦》本身呢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戏曲 比如说宝珈宝玉 他就很喜欢牡丹廷 对不对 那我想请两位专门来谈一谈 这个《红楼梦》当中的戏曲 因为两位 我想您推广这个牡丹廷 那么多年 汪班老师又对戏曲 如此有研究 应该好好地谈一谈 我只会随便唱一句 那没有 我讲完了 我讲完了 那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红楼梦》 他了不起的一点 按理解小说 都是用词词 应该是散文的嘛 他们大部分讲的 西方的小说都是散文的 但是《红楼梦》很特别 我觉得我们的小说 从山国、水谷、西游 都有用语文的 诗啊、词啊 这种类的在里头 我觉得《红楼梦》 今天没更多 一下子的记忆 就唱起来了 但是《红楼梦》的那个里面 戏曲、诗词 我觉得它是融在里面 是有机体 所以它是 我想拿诗词、歌赋、戏曲、小说 它继承了这个大传统 而且又把它整个融成一体 所以它这里面 又有以散文为主 但它又有诗、词、文、戏曲 这些戏曲都有点提的功效 都是它里面的一部分 都有含义的 它不是随便便唱出戏的 它有唱一出戏 它在里面又有很深的意义 在里面 普通话 随便整天唱戏 没有 好像《金鸣梅梅》 反正都都唱戏 都唱戏 没有对于那个点提 深一层 所以它就很深地层 我稍微举几个例子 最有名的就是《袁匪》 《袁匪省青》 《袁匪》 《袁匪》的姐姐黄匪了 回来贾府省青了 盖着大宫 也先给他了 那是一定要唱戏的 《袁匪》 前隆都有玉班子的,以唱昆曲为主。 前隆不得了,我看了一些资料, 他最大的班子,最多的时候上千人。 那个时候的宫廷戏上百人,是大戏的。 王妃亲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有戏。 娱乐嘉宾,贵族家庭,有钱人,大户人家,请客。 你没有戏的话,社会地位不够。 要么你自己有戏班子,家里面很多戏班子, 苏州戏班子多得不得了,要么你去外面请来。 这时候,为了袁匪行亲,他们到苏州特别买了一个戏班子回来。 买了十几个小女孩戏班子回来。 那这时候,袁匪行亲就唱戏了。 他点了四出戏,看起来好像袁匪就点四出戏。 他第一出呢,叫做《豪燕》。 《豪燕》呢,是哪一出戏里面的末文? 《一鹏学》。《一鹏学》里面的传奇本子,是清朝出名李玉苏州人。 很有名的剧作家,李玉写的。 写的就是《摩怀谷官》。 那时候,袁匪在战士,他的儿子袁士帆,就跟摩怀谷。 知道,摩怀谷家里面有一个宝贝。 一个玉杯,一个酒杯。 那个酒杯很奇怪。 那个玉杯子,倒酒进去, 他会出去,有仙气出来。 春花秋月,这种东西出来的。 那杯子叫一鹏学。 因为他要得到那个杯子, 就想办法加罪于他的末文。 写他的家,要把那个玉杯子抢走。 所以,这个第一出戏是《豪燕》。 原匪典的,他怎么知道有一天,他自己家里面被抄。 你看看,这个故事是抄家的故事。 你看看,其实就暗指了。 埋了伏笔。 埋了伏笔。 那是贾家最盛的时候, 所以在《火龙梦》这边, 他最盛的时候,暗暗了就有一个warning。 所以,《月满者亏》。 《水满者亿》。 《水满者亿》。 《最盛的时候,就是亏》。 你看,这时候是贾家。 最盛的时候,原匪兴起。 下面,《豪燕》演这出戏。 这出戏后的戏是吵架的戏。 那第二出呢,是《奇巧》。 《奇巧》就是那个《常圣殿店》里面的一家。 也就是这个《密室》。 讲的,杨贵妃跟《常圣殿皇》。 杨贵妃的大美人,黄匪,早死。 也不得善终。 又点到这个原匪自己身上去了。 原匪也早死。 40岁就死了。 进宫20年,40岁就死了。 所以,每一出戏点了, 我讲的这个《喉咙共》的一个主题是人的命运。 人的命运是不可测的。 人的命运是不可测的。 人羞如戏,戏如人羞。 戏中又有戏。 人的命运不可测, 也不知道人。 随便点出戏, 也点了自己的命运。 以后它的下场就是这个。 第三出戏呢? 《善园》。 《善园》是《喊丹记》里面的。 这是唐献祖。 唐献祖的《临川师梦》对于《红楼梦》的影响很大。 除了《武兰庭》以外, 《喊丹记》、《南科记》、《佛》、《道》、《佛》、《佛》、《道》, 这只是讲一个穷琊一籌导的书笋作了一个梦。 梦就娶了一个妻子很有钱的。 啊,最后一场空也没有赢走光。 他一醒來,他在飯店裡叫那個殿下去煮黃糧 黃糧還沒煮熟? 黃糧一過,原來榮華布貴是一夢 講什麼?還是講賈家 賈家現在的飯店都只是一場夢而已 這是什麼呢? 陸生被道家呂洞斌下來渡陸生 後來他一看黃糧一過 原來他娶的那個妻子是一個綠 是一頭Dunky 哎呀,他自己想想 這是人生怎麼回事 後來呂洞斌聯繫他,他就出嫁了 這就是暗子寶玉出嫁 所以在裡面,有抄家的,有著妖的,有出家的 最後呢,離婚 好,不點不點,點離婚 你看,點了點離婚 就這個,杜麗娘死了嗎?為情而死了嗎? 杜麗娘為情,牡丹亭了這時候 牡丹亭了 我說,黛玉了 黛玉的命運 所以這四族戲,除了之間摘上皮 都是四個大關鍵 也是講假家的人物的命運 所以他任何一點都有意義 另外,寶釵生日 他們就唱什麼戲呢? 唱那個 《龍之生》 《鬧舞台山》 《最打山門》 《好戲》 《最打山門》 也是《清朝、清初》 《秋元》 就是這一齣戲 寶玉說 你專門點這個熱鬧戲 講寶玉說 你真是不懂 他說,這家是什麼? 《魯之生》出家 裡面有一個曲牌 裡面有一句 《吃條條來去無牽掛》 寶玉一聽 寶玉很敏感的 《魯之生》最後不是出家嗎? 寶玉一聽 《吃條條來去無牽掛》 《吃條條來去無牽掛》 所以他在雪地裡面走的時候 《吃條條來去無牽掛》 《老總》就一直點 一直點 點到後面的這個戲 下面還有好幾齣 他以為講得太長了 再講下去了 不過太長了 不過有一齣戲 我特別要指出來 指出來的是 他93回了 93回了 寶玉有一個 他喜歡一個唱戲的 叫蔣玉涵 他封了蔣玉涵 他對他 這兩個人的關係很特別 我想這個不是普通的故事 去念的那種意涵 不過他對蔣玉涵 不要忘了 蔣玉涵 他也有個玉字 有個玉字 漢 漢但是蓮花 蓮花 在佛教裡面是一種分身 就是重身的意思 我想說 蔣玉涵 等於是一朵玉蓮花 等於是講寶玉的分身 為什麼這麼講呢 他一見他的時候 他就給他一個 漢精 那漢精是誰的 是戲人的 那個蔣玉涵 也給他一條紅的 兩個人交灌 交灌的時候 他已經替戲人下聘了 他去戲人下聘了 他走的時候 寶玉離開成員的時候 他對他的家 對他的父母跟家 家怎麼交代呢 他考了公民給他 要他考公民嗎 他給公民給他 他對他的妻子寶釵 留什麼呢 留個兒子給他 傳宗接代 那戲人是他的妾 而且跟他 你講的老闆公民的 跟他真的發生肉體關係的 是戲人 他給他一切 整個丈夫 這丈夫不是隨便選的 選了誰的分身 選了蔣玉涵 代替他 代替他 在這個世上 結了那一段疏遠 所以他在第九三位的時候 蔣玉涵 就自己組班子了 就唱戲了 這個寶玉呢 就在一個公爵 那種貴族家裡面 都看到他的唱戲 唱什麼戲呢 《戰花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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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麥羅朗讀《戰花葵》的故事了 麥羅朗讀《戰花葵》的故事了 麥羅朗讀《戰花葵》的故事 為了看中了那個花葵女 他本來是種他的色 他斬了一些黏的影子 要去招花葵女 後來花葵女那天晚上 給其他的客人灌醉了 回來醉得吐 那個秦小冠 一下子動了那個臉 連繫之心 就沒有去侵犯他的走花葵女 而且呢 還把他新衣服拿下來 接他的那個嘔吐的那個葬東西 那一下子呢 那種的 他演的那種 叫做瘦吐 非常的纏綿 非常的纏綿 非常的纏綿的這一則戲 演得非常纏綿 那個寶玉就拿眼睛盯著那個 那個 那個蒋玉涵看 那這個事情 那時候完全跟他認同了 認同什麼 那個蒋玉涵扮演的那個秦小冠 對花葵女那種 連香細玉的那種感情 就是賈寶玉最一生追求的 他對女孩子 對她並不是欺負之情 對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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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連戲 一種連香細玉的這種的心 所以他叫花葵女 花西人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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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這個 最後 蔣玉涵 把花西人從賈府贖走了 跟她結婚了 就等於 那個秦小冠 把花閨女從煙花裡面輸回去 所以在這齣戲裡面 已經演出了他們倆最後的結果 而且呢 那個蔣玉涵是個演員 替賈寶玉演了這齣戲 演了最後的這一齣在人間 最後這是一百二十回 前面那一段是寶玉出家 跟一陣一道走了 後面這一段 就是花西人跟蔣玉涵 兩個人結婚 所以她的佛身 成佛的佛身 跟那一陣一道走了 她的俗身 她的肉體 一半在花西人身上 一半在蔣玉涵身上 這兩個人 這她的肉體在人間又符合 這才是紅龍夢 背後的結婚 光是看寶玉出家 不夠 還要看的花西人跟這個人 那也是寶玉指定的 而且這是戲裡面 很早就演出來了 所以紅龍夢是不得了的 她後面戲中又有戲 背後又有背後 所以要慢慢的看 所以她每齣戲都有道理的 天書 天書 我剛才是專家 她自己會唱歌曲 她是漂亮的 下次 下次 另外一個場合 我給你們唱一段 就是一棚學 這棚學改了經濟 我從小 沈頭慈湯 很好 因為你們大概都不來 懂得這些 太老了 沈頭慈湯就是 她家裡不是有一個一棚學嗎 那那個時候這個莫懷谷啊 她喜歡五孤 喜歡那個詩詞寫字 她就看到一個路旁邊 一個詩藝的一個文人 叫做湯琴 沈湯 這個湯琴是個壞蛋 壞東西 可是她有一點學問 詩詞也不錯 自己寫得不錯 那莫懷谷就蠻欣賞她的 就說你到我家來 來住 因為她家很有錢 石客很多 結果剛湯琴去了呢 當然死命的就是奉承她 那麼莫懷谷很高興 就把家裡的寶貝都給她看了 結果湯琴就去告訴 嚴世帆 就是嚴肅的兒子 就說他們家裡有這個 西式之寶 你一定要去弄完 除了那個 還有個雪燕娘 雪燕 雪燕娘 是莫懷谷的妾 長得非常的美 那麼 後來呢 有一個 莫懷谷就被他們害死了 被炎世帆 後來有一個清官 叫陸炳 陸炳就出來斷這個案子 所以這一齣戲 也叫 神頭祠湯 也叫一鵬錢 那麼我學的時候呢 是學的 我學的是湯琴 可是 因為我喜歡唱小丑 我本來就是個小丑 小丑唱小丑 對了 可是 老師呢 就 都得要學 所以那個時候 那個雪燕 雪燕娘 那一段 很大的一段 二皇 倒擺 很棒 那麼 我那同學啊 學死的都學不會 我在旁邊講 我說 你很笨 因為我對唱 我學得很快 我一學就會了 那麼 那個老師就說 你唱給他聽 他說 我實在太累了 我們的老師啊 是喜不憐成了 喜自備的老師 結果 他就說 王八爺 你叫他吧 他說實在太煩了 他說 而且坐牌沒有 因為他就是一個人在房間裡啊 就把他配給了抗琴 所以他心裡很恨 他就帶了一把刀 晚上 就像會爭了刺鼓一樣的刀 就是他要刺他 所以他聽到橋樓上打了三斤 一鼓一鼓的打 他就唱 是 因為是苦戲 所以是二皇 二王倒擺 接半擺 所以那一段 我挺熟 因為聽老師唱了 學了 所以那一段我會 湯琴呢 我一直 我們要演 沒演過 我很喜歡要演 這個 湯琴 我也 我也學了路 所以這些個環 這齣戲我倒挺熟的 你說小時候 仔細地學過 王老師說得那麼好 唱得比說得更好 大家都很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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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說一說《紅樓夢》的獅子運文的特點。 這是古今的文學大成的《紅樓夢》是最所有的東西到最後結束,就是《紅樓夢》最初。 《紅樓夢》的文章是有文采的,可是他們一般試試了年輕人寫的詩,不能夠跟唐詩、宋慈跟李白、杜木、杜古也相比,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是從一個十四五歲的孩子裡口裡做出來的詩。 他用這種辦法,他就不跟唐朝的大詩人比。 所以他的詩雖然很棒,但是跟唐朝的一比,唐朝或者唐朝以前的詩境那方面不能比。 可是他會不會寫?當然會。像《秦文死》的,他寫的那一篇,那是《紅樓夢》。 還有王熙鳳一個人一開始的時候,他就是看見碰到了賈瑞的園子裡。 他那一場也寫得非常好,都是詩詞。 他偉大的地方就是,他所有中國的詩詞的形式,他都有。 你說詩經,他有詩詞。楚詞,他有楚詞。唐詩、宋詞,樣樣有緣曲,更在行。 他那《紅樓歌》就是當時最盛行的一種,有點像《打油詩》的那種形式。 但是說了很多折禮,那個《紅樓歌》是不得了的。 那個《瓶柱》那個《紅樓歌》那個《紅樓歌》是緣曲的形式。 他是無疑不通的。所以這個《草雪卿》他是不得了的。 他絕不可能是活得很長的,就像莫德爾一樣。 我覺得一個西方的一個偉大的藝術家莫德爾,可能可以跟他相比。 像別的那些我甚至於覺得,這個文是簡直就是沒有論。 我覺得《 Shakespeare》當然他是不錯的。 我相信,我覺得《紅樓歌》,因為我的母語不是英文。 所以我不是很想看的。 我看了他的《 silence》和看了他的戲。 我不覺得感動。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文字不是要去查。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這句也不懂,那句也不懂。 等到查出來就像笑話。 我把那個解釋給你,聽那個笑話什麼地方可笑。 你聽我講完了,你也覺得你講完。 你怎麼不笑啊? 我認為不好笑嗎? 他不懂。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因為我自己的知識太有限,太缺乏知識。 所以我對《 Shakespeare》並不是那麼樣的崇拜。 反而我對《 Keats》或者對《 Shelley》不是我最愛的。 像寫近代的《 Tennessee Williams》。 我是對她是無敵的。 所以就回來說到她。 她的《罪不打工地》。 我覺得誓詞那麼多,但是我選的都是連句。 她的連句,大家說老杜,對我們是精彩的不得了。 可是她的簡直就是不得了。 我選了這個。 頭一個大家都知道,假作真來真意見,無為有處有懷悟。 她除了以後的哲理。 所以這個人生啊,有跟沒有。 我們剩下來就是吃條條。 走也是吃條條。 所以我們中國的文字,那個有那個字, 根本就不是have。 說我有地理。 你說I have brothers, little brothers, 根本它不是have。 這個我是一個topic,是一個介紹詞。 是ask for me,拿我來說吧。 我的命裡啊,地理存在著。 所以這裡有是存在的意思。 因為古人就知道我們來去吃條條。 我們是空手來,空手走。 什麼都帶回來。 你愛錢,愛這個,愛那個。 到兩個,就是一場空。 所以它這個假作真實,真意假。 無為有處,也團無為。 它這個就是這個哲理。 但是我覺得它不是普通的對聯。 雖然它是七字。 所以我管它管。 我管它叫主題的結語。 它是有點像跟哲理、跟佛家的那種宿命論有點像。 但是除了它的意思啊, 好深刻的不得了。 它選擇字。 它就假跟真實。 其實這本書就是真和假。 文學美的東西就是真和假。 沒有東西是永恆的。 真的。 什麼都是會過去的。 你覺得你有,其實你並沒有。 你到底都沒有了,你才是完全一。 所以它這個好瞭解也沒有。 你要好,就要等到。 你要等到死了,你才能夠好。 你要到死了,你才能夠有個圓滿。 沒有圓滿的。 這個就點了主題。 可是不說它的這個字選得好。 不說它這個橋,這兩句設計的橋。 請各位看它我選的幾個連句。 它的那個音韻、它的格律,簡直是天一無否。 你看它第一句。 它是遮遮疲疲疲疲疲。 什麼叫疲疲? 我相信諸位一定大多都有。 其實說穿了,疲就是陰疲陽疲。 它就是屬於陽。 這個疲聲,它是疲少路。 它這三個就是現在的第三聲、第四聲, 學中文的。 那個就是代表陰氣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中國字,比如說天、高這些, 都是陰疲,要不然就是陽疲。 就是多半都是代表陽剛的。 那個陰柔的多半都是第四聲、第三聲, 都是這樣。 它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叫長、短、高、白,這樣。 你不能夠,你如果說高、哀,那就這樣。 對,天、海,也不能夠說是天、海。 所以我們沒有人學上海話。 上海話,他們說是長、嘿嘿嘿。 不是說上海人都被淹死了嗎? 很好,上海話。 所以大夥都沒人會說,我會說上海話。 沒有人說,我要特別想學上海話。 這個普通話,它是有,因為有那個, 跟那個字,字是圖畫。 那個發音是音樂。 它音樂跟圖畫要配合。 它的格力,它是非常嚴謹的。 但是它在眼睛裡頭有哲理。 這就是它的了不起的地方。 你看它這個,哲哲平平,平哲哲。 它陰陽,第二句,下句,平平哲哲,哲平平。 它不會跟你搞一個錯,辦一個錯。 第二首,第二句,它形容林黛玉。 它不多說,也不說它,我剛剛說了, 也不說它穿什麼戴上。 它就說,閒靜時,它來了五言。 如,焦花照時。 它用一個抽象的,來形容一個仙人。 從天上來的一個仙子。 而且,因為它是講述仙草, 所以它用了焦花照時。 下面,行動時,四,若柳浮風。 你們說這個浮子用的是不得了的。 它應該是風在那浮去流。 它是若柳浮風。 你說那種delicateness是到了頂。